大家好,在这个网上我看了一个帖子,这个是恒大集团各级领导客室记录总表 这应该是他们内部的一个人,就是记录下来,就是他们这个恒大集团总部,地产集团,旅游集团,酒店集团,汽车集团等等 他们各路领导,就是日常出行的爱好习惯,忌口,枕头,甚至吃的灵嘴,应当是他们助理,就是吸心编辑成表 这应当是一个,他们内部的应该是一个文件 你看他这个表分什么,就是序号,档案号,然后当中照片是谁,然后姓名,职称,VIP等级,还有客房爱好,客房喜好,后面还有一个备注 我们先看一下,都有谁,你看许家印,夏海军,秋火发,还有是谭朝辉,是谁啊 我们先仔细看一下,这是来源于不同的网络帖子 你看许家印他的喜好是这样,对于客房喜好,进入酒店不喜欢人多,人到哪儿,电梯空到哪儿 除了秘书保镖,私人管家,其他人员,特别是男性不可以靠近 然后是恒大兵权,要最新生产批次 然后房间配加湿器,湿度不能大于50% 房间不能有异味 需开净化器,但不能有噪音 晚上睡觉时,所有机器上光亮的地方,需用黑胶布贴住 睡晚睡睡觉时,绝对安静 一般自己带雪茄 需要配备雪茄烟钢,雪茄钳,还有雪茄枪 配备茶具一整套 护肤用品都需贴上标签,字体需大点 然后他浴室防滑拖鞋需要提前备好,衣件配足,每天都要洗衣服 饮食方面,徐主席只吃进口水果 比如说日本的温室蜜瓜 日本的香蕴青蹄 晴王西瓜,以及冬枣芒果,特别是甜的水果 他喜欢吃这个疗河鱼,疗参还有鱼 但既吃上火辣,还有海鲜类的食品 喜欢在这KTV唱歌 同时喝这个皇家礼泡兑苏打水 皇家礼泡是这个知华市公司,专门为这个英国皇家 典礼专门定制的威士忌 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身家千亿,有秘书保镖,私人管家 首富级富豪,这样待遇我觉得不过分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只能说就是你谁大惊小怪,那说明是谁没见过世面 那么 再看看其他人 那么再看这个夏海军,他是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 他的客房喜好是什么,就是大型集团接待,需控梯,就是控制电梯 那么房间需提前通风,放置空气净化器 房间需配转换插座,港式插线板 房间需配防滑拖鞋,棉拖鞋 浴室间需配 胶皮防滑拖鞋,还有防滑地垫 怕热 空调温度需要调制18度 房间要配薄被子 无线和有线网络要好 自带茶叶 提前备好茶具 喜欢喝泼尔茶 房间需配 这个什么 高度节牙膏,还有牙刷牙线 副床头 配就是两瓶 恒大冰拳 房间要配长款浴袍 备注是腰围114 开夜床开在靠近阳台侧 这什么意思 不知道 他餐也喜好 就是用餐需备牙签和干纸巾 注重健康饮食 偏好清淡食物 喜欢含糖 低的 水果 比如说车离子 剩女果 然后他这个康乐喜好 他喜欢什么 客人喜欢游泳 需提前备好泳衣 喜欢运动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 那么再看这个 就是许致健 他是职称 他是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 兼物业集团董事长 他的客房喜好什么 抽硬核中华香烟 房间空调出口 要提前清理干净 冰箱内配椰质罐装 阿萨姆奶茶 吸管 然后床上 每天就是不草 每天要更换房间多备一条被子 他的餐饮喜好就是喜欢喝可乐 喜欢吃薯条 这个也没有什么 这个挺正常 那么再看这位 许腾鹤 他这个是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兼高科技集团常务副总裁 他还有英文名字叫 匹特徐 他这个是 他你看 他这个客房喜好 他就比较多了 个人喜好 中文名字保密 不喜欢别人称的中文名字 不能 可以称许总 那么就是一般来讲 他房间要安排在无烟楼层 登记要用 匹特徐 彼得徐 徐彼得 拔电话线 然后门口门铃 设置 请勿打扰 床上被子保持开夜灯 不草 每天要更换 然后是WiFi信号墙 准备笔记本电脑 路由器 路由器名称设置为PETER密码为PETER123 那么这个房间温度最好控制在23.5度 湿度60% 准备几台加湿器 提前调整好湿度取暖气保证房间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房间摆放 最新生产的就是一云饮用水 就是500毫升塑料瓶下铜 那么床头 东西及台灯搬走 床头柜各摆三瓶一云 左床头一盒德宝 抽纸 茶几上就是一瓶 薄荷口味的达木 糖醇6瓶一云水 化妆间一盒德宝抽纸3瓶水 衣柜准备衬衣件 裤衣件 各8个 主卧卫生间 欧书丹洗漱用品 欧莱雅男士 疏护强 强服润乳 然后是李氏 德林漱口水 然后德宝纸 杰氏派 什么 咖喱 什么 菲利普吹风机 菲利普剃须刀 电动牙刷 设备 用客人可自带 客人自带脱衔 那么客厅里面茶几 北方 摆放就是水果 配刀 6瓶水 备两套餐具 那么8台6瓶水 一桶食用冰配冰家 然后是迷你8撤出原有物品 摆放一半水一半零度可乐 330毫升 那么方桌摆放4伏 小蜜蜂扑合牌 6瓶水 还玩牌 干嘛打斗地主 然后书房 他要求 茶匹摆放一副功夫 茶具 6瓶水 书桌摆放一台笔记本 电脑 然后是办公文具 3瓶水 1瓶口香糖 然后 不准 不用准备 欢迎茶 房间不需要摆放大绿植 然后鲜花 然后 离店前准备6瓶 冰的一云 就应该矿泉水了 那么他这个餐饮喜好呢 就是许腾鹤的餐饮喜好 水果喜欢吃西瓜 苹果 碧根果 不喜欢吃羊头 碧根果什么果 咱们不知道 早餐呢 他说早餐是房间 先送到秘书房间 由秘书然后再送到这个 许腾鹤他的房间 那么这个用餐 用餐前询问客户宴请或者工作餐 备一云水 冰 恒大 冰泉 近期食量少 少吃青菜 少辣 可接受 上菜 即上一碗米饭 刺身 配什么 泰椒酱油 喜欢就是龙虾汤 过桥 橡拔棒 鲍鱼 毛雪旺 锅包肉 不喜欢吃什么的 他不喜欢吃疗参 花椒 蛇 木瓜 乳鸽 白酌 小虾 或者动手 剥壳的食物 这些都不喜欢 鸡脚 这是 备注是凉菜 姜丝 芥蒜 葱 蒜 酒类是红酒 奔赴407 白酒 飞天毛彩 还是高度的飞天毛彩 那么这个 保镖三人还有密手需安排 就是隔离包房用餐 准备蜂蜜 还有饮酒需要饮用 那么他有康乐喜好 许腾鹤的康乐喜好 喜欢干净 技师服务前 须沐浴更衣 更换拖鞋 准备精油 喜欢安静 喜欢水煮花生 夏天要冰冻红牛 和咖啡各食罐 他这个要求还是比较多的 一把手 许家印跟二把手 下海军备注12条 排在倒数当中的酒店集团 副总经理 这个叫李国彪 他的喜好是14条 续住卫生室 护肤用品 要用小的餐巾垫着 配吉利 速封剃虚刀 然后剃虚液 然后用 夹结式牙膏 然后洗护用品 用滋生糖水密码 配黑色斜油 还有斜刷 常住房内 虚配 欧书单洗漱用品 和非一次性牙刷牙膏 喜欢水果要精致 不用太多 喜欢吃青蹄 喜欢吃坚果类小吃 喝绿茶 喝 蜂蜜水 若有接待 喝酒回房后 送蜂蜜水 喜欢睡靠窗户一边 喜欢阳台房间 喜欢820房号 这是他的生日 备注这是他生日 离酒店前 须将其洗衣 用包装 包装袋包好 叠好 放在床尾凳上 卫生间的地垫 需要放置两块 一块厚的 洗漱材 下面 一块薄的放在林浴间门口 房间需要按午修房标准 另外里国标 就是恒大集团 就是这个 酒店集团 副总经理 他的小吃 还零食 也是备注 他是 喜欢吃青蹄 瓶吧 小吃 喜欢吃当地的特色产品 比如经常用 小袋装 青豆 蓬山用 豆腐干 喜欢吃坚果类小吃 喜欢喝益生菌 粗略翻了一下其他领导这个备注 基本上都是喝茶 只喝普洱茶 就茶壶一定要这种是紫砂的 这个床前 一定要放 凝聪片 男士的洗面奶 只是用这个滋生糖 吉利的T恤刀 要摆放在毛巾上 房间里就是虚香 要这个圣托 里泥味的 等等等等 全是一些机灵狗碎的 这些东西 恒大新能源集团 这一位领导 他这个 级别 VIP等级 是VB 你看他的喜好 客房喜好 爱喝普洱茶 提前备好功夫茶具 有泡澡的习惯 喜欢睡床右侧 就是靠卫生间那一侧 就是夜床也需要开在右侧 有使用闹钟的习惯 要检查好闹钟 准备好雪茄烟缸 还有雪茄碱 雪茄火机 房间备好苏打水 要做好空梯 然后床尾凳 需要放一个枕头 枕头是放 内衣用的 然后湿度是在50%左右 那么就是同楼层 就是一间标尖 这是给随行人员住的 饮饭喜好 他是什么 喜欢吃哈米瓜 爱香辣口 爱吃鱼 然后是 他康乐喜好什么 就是温泉中心 甄雪 这个手法 搅好 形象气质加的技师 做好客房服务准备 这个是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的一位领导 大家知道这个就可以 那么恒大酒店集团的一位副总 这个上面没有名称 他的那个VIP级别是VC 他的这个酒店客房喜好是这样 他喜欢在阳台抽烟 但是要住在无烟楼层 这奇怪啊 房间需要放置烟灰缸 喜欢喝茶 经常自带茶叶 需备茶具 多备恒大兵权 注重房间空气质量 不喜欢房间闷热 喜欢自己开窗通风 书桌前需摆放台 台灯 早上起来练瑜伽 房间 须备就是瑜伽垫 做卫生室 护肤用品要用小的餐巾垫着 一般自备牙刷 如果没有自带牙刷 需要给他加一小管 高露节牙膏 房间配 护颈枕 就是保护那个净度那个枕头 枕头 他这种自带小米盒子 他这个餐饮喜好什么 喜欢吃车离子 清蹄 这个 这个没什么太多的要求 他这个 喜好这个比较特殊 他抽烟 喜欢在阳台抽烟 但是需要住在这个无烟这个楼层 他这有点 还挺 还挺会自我保护自己的 让别人吸二手 是这意思吗 你看他们这个VIP 他这个还是分级别的 就是VA、VB、VC 你像那个 许家印还有他那二把手 这一把手、二把手都是A级的 那么副总裁 那些集团的副总裁 都是B级的 那么再往下 还有其他什么汽车呀 什么酒店 这些都是C级的 他这个就是 从这个文档透露出来的信息看 恒大的机制 还有管理 就是非常官僚化 按级别不同 享受的待遇 也不同 就跟那个中央领导人一样 对不对 领导出差 有保镖 有秘书 衣食住行 都是一点都不能出一点差错 那么这个 现在网民就是开始开炮 轰这个 说什么 这是什么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 个人主义 弥漫整个企业 干事儿的雄心 早就已经没有 然后充斥什么个人利益最大 我觉得 这个我觉得你们真是有点扣帽子了 这点 这是他们个人 就是稍微有一点喜好 癖好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好 这段我想就到这了 好